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一日三餐有时候都成问题 这就是贫贱命的男人 那从相学角度分析 哪些体相特征的男人都是贫贱命呢 一起和大佬来了解一下吧 一 鼻子塌险 鼻子是财根 男人如果有一个好鼻子 事业财运都会很好 女人有一个好鼻子 能够嫁一个好丈夫 男人的鼻子生得好 有着体面事业 工作有很好的平台 但是如果男人的鼻子是塌陷的 扭曲扇根断裂 鼻尖下垂 那么事业下滑 事业运势差到零点 一辈子都只能过着拮据的生活 二 鼻梁坚虚露骨 鼻子在面向中主管财富 一个好的鼻子 自然是鼻梁挺拔 鼻头有肉 倘若鼻梁坚虚露骨 财运会比较差 命运坎坷 喜欢斤斤计较 为人刁钻刻薄 没有包容心 平时喜欢自作聪明 投机取巧 不会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财富 不会有贵人所帮 赚钱的机会是小之又小 一生注定侃侃可可 赚不了大钱 三 下巴尖小 下巴是一个人的财库 下巴长得尖细的人 不仅财运不好 晚年的运势也不好 尖下巴的男人 做事情都会虎头蛇尾 哪怕赚到了钱 也留不住 很快就会流散出去 可以说非常靠不住 而尖下巴的男人 在生活中很常见 他们顶多维持日常生活 一辈子都很难发大财 四 额头不平整 塌陷 额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庭 如果天庭塌陷歪斜 天中带坑 日月角倾斜 都主额头不平 天庭是主路命 官位 服录 如果天庭受损 那么一辈子都没有地位 主破组无产业 如果中庭和夏庭能够弥补缺陷 主自立加业 也是辛苦一辈子 五 连心眉 眉毛如果连在一起 就会把印堂盖住 有连心眉的人都是心胸狭窄的人 做事情既贤度能的 总是嫉妒别人的好处 自己却不努力 心中容不了任何事情 是个自私自立的女人 报复心很强 这种人容易跟犯罪连在一起 连心眉遮盖了印堂 印堂遮蔽 名利皆武 六 眉毛浓黑鸭眼 眉毛又称兄弟公 眉毛浓黑鸭眼 不是一个好的面相 有此面相的人很难成功 做事情三心二意 凡事喜欢斤斤计较 脾气还非常大 难以抑制自己的内心 比较压抑 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非常鲁莽 高不成低不就 最终一事无成 导致自己一生跟金钱无缘 很难报复 七 眉毛浅淡 眉骨突出 眉毛代表亲情感情 如果男人眉毛淡薄 说明这种男人薄情寡义 眉毛重的人重感情 所以眉毛浅淡的人 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 眉骨突出的男人 个性强悍 大男子主义 脾气暴躁 不服输 所以这样的男人 一生坎坷都多 因为性格的关系 他们不会维系身边的朋友 朋友就是你的平台 没有朋友 你就没有圈子 那么你永远不会成长 所以他们这样的男人 也没有多大出息 只会平平地过一生 属于中下层人们的生活 八 发际线低 额头窄 发际线低 额头窄 由此额头的人运势不太好 很难做成大人物 这样面向的人心胸狭隘 目光短浅 做事情不会为长远打算 且出生环境不好 多数家里外债比较多 一生大多数都在还账中度过 很难翻身 生活比较艰辛 操劳一辈子 财运比较弱 对生活不会有规划 都是任由发展下去 然而一生不会有出头之日 九 全骨塌陷 全骨高的人代表着在社会中 有一定的权利和地位 很有才势 如果全骨塌陷 则在工作事业中 很难让众人服从 就是地位再高的人 全骨塌也一样不会管教 再辛苦也赚不来大钱 又爱自己的事业发展 创业也很难成功 且生活中不会理财 常常是挣得少花得多 花钱的欲望很大 一天不花钱都难受 很难放得住隔夜凉 积蓄少 一有钱就会立即花掉 一生穷气 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使自己的生活非常艰苦 注定一生和金钱无缘 十 两腮无肉的男人 在面向学里 无论男女 尖嘴猴腮 其实都是不好的面向 一般都没什么残韵 尤其是两腮瘦血无肉的男人 就算是出生在富贵之家 也只能做一个守财奴 而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赚钱 内心非常自私 对待自己的另一半不会好 不仅喜欢挑剔伴侣的毛病 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这种男人也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 个性顽固 认为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所以这种一辈子贫穷的男人 千万不要选 十一 无臀且无神 一般胖人相对而言 是比较有福气和财运的 尤其是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又瘦又双眼无神 那几乎可以肯定 是一辈子穷困潦倒的命 臀部为体像里的财库 一个男人如果过了三十 还臀部塌陷 说明他这一生都没什么财运 后继无力 只能平平凡凡地度过一生 十二 身轻体遥 在体像学里 抖腿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会抖掉自己的好运 所谓男抖穷女抖剑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男人 无论是站立还是坐卧 身体某个部位老嘚瑟 就是老不能静止 好不容易坐一会儿 腿身子就抖个不停 有多少财富这样给得瑟完了 十三 臃肿无神 在面向学里 一般胖人比瘦人财运好 但还要看精气神 如果一个人体型壮硕 胖得均匀 且比例好 那就是浮相 但如果人体重分量没那么重 但外观看上去显得特别胖 特别臃肿 特别没有精神 这种体像的男人 大都是贫贱命 此人百事不成 更别提发财了 十四 公邀驼背 中国人是十分讲究个人姿态的 所谓站如松 坐如钟 行如风 卧如宫 讲的就是一个人 要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如果一个人身高而直 昂首挺胸 在体像学里就是贵气 如果本身身体上没什么疾病 但站立时 就探头驼背 视为不及 特别是男人勾头下看 老是像在地里找东西一样 更为不及 年纪轻轻 早有探头勾头 注定一辈子贫困潦倒 十五 寿而无神 像学术语中 有十个胖子九有福 就怕胖人没屁股 十个瘦人九个贫 就怕瘦人没精神 精神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 一个男人瘦倒不怕 瘦要显得精神焕发 就是贵人有妄想 贱人有摔向 贵向 人就怕瘦而神哭 瘦而无神 瘦而无精打采 没有精气神 也是苦命之相 有以上十五种体相特征的人 大多都是贫贱命 但大佬提醒大家 像不独论 以上这些体相特征都是先天的 而命运可以随着自己的行为而改变 只要自己努力去改变 命运也会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